我们做美法的工作 长期基本上就是脚久战 脚会不舒服 而且已经严重到要去看医生 当下他们分享说 永久话可以针对脚的不舒服 可以做舒缓 因为它涂抹的一个过程中 我觉得就是有那个效果 然后就想说 这家精油跟我们以前传统认识的按摩油 会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想说去深入 去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个文化 然后每天的话就是下班 就会提早下班 只要你再坐公车 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了快两年的时间 就是去上课程这样子 我们坐最晚的车回到都快12点了 一开始我是都用在客人的肩脚 那再来就是 架到我们头发里面 还有一些篮膏 我们都会跟他们聊天 在聊天的过程中去了解他们的一个状况 他们的需求 然后我就以这个为导向 那用到最后客人反应很多的一些问题都改善了 那我发现客人接受度越来越好 那我早晚基本上都会用一项 最强怀孕化的部分就保养我的皮肤这样子 当初又怀孕的关系 那四五个月肚子大到有点没办法洗头 所以才开始跟Mamigo他们认识 因为孩子的皮肤状况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怎么之前抓得很红啊很痒啊甚至流血啊 怎么后来好像就慢慢改善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见证 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 我们家人不认同我觉得这个是还让我蛮难过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持续去分享 持续去坚持这样子 那尤其我爸爸 他开始是因为我们静友的时候 我很感动 我觉得静友对我来讲 让我的个性改变很大 从我以前就是很急躁很暴躁的个性 到现在变成说会比较有耐心 会有耐心的跟客人沟通跟家人沟通 现在的一个思维可能很多事情他会先思考过之后 然后会寻求先跟你沟通 他即兴了呢 不出人说有什么事情都要先感受好 你若不做好他就不欢迎 还有他跟妈妈的关系 他以前不会去牵他妈妈的手 可是现在他会牵着他妈妈的手 扶着他妈妈这样子 做经友这样 很多人这样做会做会骨骼 那里不会很急性 就去那里就去问 你要吃爱衣服 你要吃衣服 这样好啦 去超线都像在采购的 一般在跟婆婆的关系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啊 就是毕竟会有点距离这样子 然后可是因为经友的一个接触 然后反而让我们的婆媳之间感情更好 不错啦 乖乖啊 工作站 他们的热情跟冲劲 对我觉得那个是让人家会非常觉得 哇怎么会好像都不用睡觉欸 就是他们的那个经历 然后事实上是因为多数类产品让他们有信心 那有一次我出门遇到一个阿伯 那在路上我就发现他一直磕 我就很想去让他试用看看我们的经友 当下阿伯也觉得说欸 看我觉得很有诚意 当下阿伯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深沉的跟我说谢谢 那我感觉上我就是觉得说很愉快 而且我看到他那种表情 我感觉的很感动 我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分享这么好的经验给所有的人 这个经友的话其实它真的很棒 然后不管在多乡下的地方 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去使用它 我也愿意去分享多多类的经友 像我们现在就是台北 嘉义、高雄、云林、麦寮这样子 我觉得只要我的能力在 我都愿意继续去分享经友 世界上的世界 最终的游戏 第一次世界上的人